9月12號開始校園防疫心智上路了 記者周宥軒要帶我們來了解 好明天馬上就要開學了 教育部也針對相關的停課標準 有了新的規定 不過呢這些心智呢 都要從9月12號才開始試用 我們也幫大家統整一下 有哪一些新的規定呢 首先就是如果班上出現確診者的話 他只要是7天的居家照護 期滿之後沒有症狀 就能夠正常的返校上學了 至於班上的同班同學以及老師 不用像先前一樣全班停課三天 而是改發每個人一劑快篩 一旦是篩成陰性之後 就能夠正常的上課 至於說如果跟這位確診者 有共同活動超過15分鐘以上的話 這位同學呢 或者是老師也會發放一劑快篩 陰性同樣就能夠正常的 在學校活動 至於說一般呢 上體育課一些等等有沒有相關的規定 這一次呢就是規定說 體育課仍然是要照常的戴口罩 而且老師教課的時候 也要把口罩戴上 但是如果說像是有一些比賽的話 或者是有打籃球 以及有打棒球等等的活動的話 同學一旦是能夠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而且是沒有症狀的情況下 是能夠短暫的把口罩脫下的 但是如果說呢上完課之後 還是要趕緊的把口罩戴上來 另外可以看到如果是開冷氣的話 對腳必須要各開一扇窗 而且要至少15公分以上 才能保持適當的環境對流 還有新冠疫情什麼時候會流感化 國內的專家也提出了看法 再交給佑萱 好 9月中心預估呢 在9月中下旬可能會迎來新的 一波BA.5疫情喔 而目前他們有幾項的監測標準 包含像是住宿室的長照機構 由於這些住民呢是高風險族群 所以特別針對他們會持續的定期篩檢 並且給藥的機制也會延續下去 再來就是針對65歲以上的長者以及兒童 除了要呼籲他們盡快的來接種疫苗 提升保護力以外 65歲以上的長者現在9月1號開始 也會免費發放了5劑的快篩 就是希望他們說如果一旦有症狀的話 就要盡快的篩檢 並且也會有持續給藥的機制 而目前羅一鈞有特別講到重複感染 可能會是這波疫情的特徵喔 主要呢就是因為BA.5的免疫逃脫力比較強 所以呢兒童如果還沒有完整接種疫苗的話 風險可能會更高 另外呢李斌瑩就有說到了 他認為這波的BA.5可能只是一小波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他說雖然他的傳播力看起來比較強 不過目前我們有自然感染 再加上台灣的疫苗覆蓋率其實也不低 交叉保護之下他認為可能還是以輕症為主 至於大家都在認為說到底什麼時候會流感化 或者是感冒化 李斌瑩評估還要再一到兩年 另外有醫師指出了 因為防疫疲勞的關係 大家對於快篩的積極度已經是下降的 提醒民眾應該要把防疫三保視為日常必備 再把時間交給尤軒 好別一點我的疫情是逐漸 畢竟指揮中心也呼籲大家千萬是不要鬆懈防疫的作為 尤其現在台大醫師李建章就提醒了 大家可能會出現所謂的防疫疲勞 再加上確診者的比率其實也有達到的一定的數量 所以大家在快篩的積極度就會逐漸的下降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說有無敵新興就能免疫了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確診產生的自然抗體是會隨著時間 也就是三到六個月之後 這個抗體濃度是會逐漸的下降 再碰上BA.5的免疫逃脫力比較強的話 再度感染的機率就會提升 所以李建章特別提醒大家了 有所謂的日常必備防疫三保 除了基本的打疫苗之外 再來就是戴口罩並且保持好社交距離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快篩 一旦有出現症狀的時候就趕緊的篩檢 盡早的找出這個確診的可能性 而李建章也有特別提醒到 家用快篩該如何選擇呢 有三項的標準 包含像是國際廠牌 如果是FDA有認可之後 再來就是要高準確度 以及兒童是不是也有符合年齡適用